在这个实验中 你将会探究影响透过辐射传递热的速率的因素 在黑色和银色的追形瓶注入相同分量的冷水 将追形瓶放在隔热墊上并在瓶口盖上膠塞 将温度计放入瓶内 将桌灯放在两个追形瓶相同距离 大约10厘米的位置 记录温度计的初始读数 开动桌灯 每隔10分钟 在表中记录温度计的读数 历时30分钟 在30分钟之后读取温度计的最终读数 变质温度计的读数上升得较快 温度计B 这是因为黑色追形瓶吸收辐射的速率 比银色追形瓶高 将黑色和银色的追形瓶放在隔热墊上 分别在每个追形瓶注入相同分量的 热水 盖上膠室 将温度计放入瓶中 记录温度计的初始读数 每隔2分钟 在表中记录温度计的读数 历时10分钟 在10分钟之后 读取温度计的最终读数 哪一支温度计的读数下降得较快呢? 温度计B 这是因为黑色追形瓶 释出辐射的速率 较银色追形瓶的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